2000年4月,山东省举南县唠坡镇东殿头村的村民王月花家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他们是来寻找钢铁营营长曹玉海的亲人的,举南县民政局的干部和原地38军军干部。 客人们给王月花带来了一张黑白照片和抗美援朝勋章。 当84岁的王月花老人颤抖着双手接过照片,看着照片上那个熟悉的身影时, 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蹒跚着走到门口,大声地说, 乡亲们啊,我家玉海是英雄,是抗美援朝的大英雄啊。 王月花为什么要告诉乡亲们,他家玉海是英雄? 曹玉海又是谁?抗美援朝钢铁营营长的亲人又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到了山东省举南县唠坡镇东殿头村, 让村民们告诉我们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吧。 英雄归来村民县,曹家南瓦无音讯。 抗美援朝结束后,电头村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南瓦们陆续回来了, 有些没有回来的玩儿,县民政局和部队的军干部们也送来了军工章和喜报。 唯独曹家老儿曹玉海至今都咬无音讯。 曹玉海的嫂子王月花不时地跑到县民政局去打探消息, 得到的都是查无此人。 渐渐地村里一些爱扯闲话的村民们传出了曹玉海早就死在战场上了。 曹玉海当了大官了,不想认咱村里这些穷亲戚了。 面对村里的风言风语,王月花起初还争辩几句,到后来也慢慢地麻木了。 他不知道一去多年的小叔子到底在哪里, 也不知道小叔子究竟是死是活。 虽然他相信小叔子曹玉海不是孬种,一定会为了曹家争气, 可是面对村民们的质疑,他却仍然没有办法争名。 在这些煎熬中,王月花牵挂着,等待着,这一等就是49年。 直到2000年的一天,村里的孩子们囊囊着跑来告诉他, 王奶奶,玉海叔是英雄,村之书都说了, 咱玉海叔是抗美援朝的大英雄。 王月花听了,激动地迎出门, 恰好碰上了正赶往曹家的一群特殊的客人。 他们是陪同解放军第38军军干部, 来电头村寻找钢铁营营长曹玉海的亲人的。 王月花听了村之书的介绍, 颤抖着手接过原地38军军干部, 和县民政局干部递过来的小叔子的照片, 和抗美援朝军功章时, 一双长满了老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曹玉海的一照。 强忍着悲痛啜气地说道, 玉海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9年了,你终于回来了藏妇家凌落, 长嫂如母长成。 曹玉海1923年出生在山东举南县的一户贫苦人家里。 曹玉海6岁那年, 由于山东遭遇了罕见的大汉天气, 庄家几乎颗粒无收, 交不起租资的曹玉海的父亲, 被地主拖到家里活活打死。 年幼的曹玉海和哥哥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惨死在地主家, 却不敢有半点反抗。 体弱多病的母亲在悲愤交加的日子里, 强承了三年后, 得了一场大病, 也离开了他们。 身为孤儿的曹玉海和哥哥, 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 农民们靠天吃饭的同时, 还要不时地躲避日寇的烧杀抢掠。 1937年7月7日, 日本关东军借着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 进行军事演练的机会, 以关东军士兵失踪为借口, 要求进入宛平县调查。 遭到民国政府的拒绝后, 日本关东军在7月8日凌晨, 在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发动了军事进攻, 遭到攻击的中华民国国军奋力抵抗。 这一战是中华民族全面进行抗日战争的起点, 也是日本全面侵华开始的标志。 日本关东军不止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抢掠, 奸淫妇女, 更是趁着农民求收的季节, 大肆地掠夺农民们, 辛辛苦苦打理了一年的粮食和农作物。 曹玉海的爷爷在地里收庄稼的时候, 正赶上前来抢粮的日本鬼子, 手无寸铁的爷爷拼死护着那几亩薄田的收成, 却被疯狂残暴的日本鬼子抢走粮食后残忍地杀害。 爷爷的离世对这个几乎揭不开锅的曹玉海家来说, 犹如雪上加霜。 所幸的是, 邻村一个叫王月花的姑娘此时走进了这个家庭, 嫁给了曹玉海的哥哥, 王月花生性善良。 看到皮包骨头的小叔子曹玉海, 内心的悲悯之心油然而生。 俗话说长兄如父, 长嫂如母。 王月花嫁到曹家后, 便把年幼的小叔子曹玉海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抚养。 她把家里大人的补丁洛补丁的衣服改成曹玉海能穿的衣服, 为曹玉海解决了衣不避体的现状。 又把家里能吃的东西, 首先可着曹玉海和奶奶吃。 曹玉海在嫂子的照顾下, 渐渐地长大。 后来, 曹玉海的奶奶不幸感染了风寒, 由于缺医少药, 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奶奶最终也离开了人世。 哥哥为了拉扯曹玉海和家里的几个孩子, 继劳成吉也相继离开了人世。 家里只剩下几个年幼的侄子, 和曹玉海与嫂子相依为命。 1943年夏天, 面临严重的旱灾、 蝗灾的中原地区, 在接连下了七八天的大暴雨之后, 顿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 村里背着包袱正准备逃荒的老人、 儿童以及正在地里干活的青壮年们, 被洪水追得走投无路, 一会儿便葬身于大水之中。 这场烙灾, 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原人民生活, 同时遭受了霍乱的侵袭。 据当时的老人回忆, 这种病情的传播速度很快, 只要喝了不干净的水, 一个一米七八的大活人, 就像是一条小狗一样的, 蜷缩成半截不停地抽搐, 说不出话来。 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 就在这场洪灾中, 丧心病狂的日本人, 又在临清和决堤放水。 在这场大旱与大闹侵袭下的山东祸乱泛滥, 以至于山东境内的许多地方出现了无人区, 野草长得和树木一样高, 遍地的死尸被恶狗野狼啃尸着。 满目疮痍的中原浮尸遍野, 民不聊生。 曹玉海的家乡也遭受着同样的困境。 此时, 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到举南开辟革命根据地, 帮助举南的百姓开荒种田摆脱困境。 刚刚成年的曹玉海听说八路军是位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好人, 便第一个跑到部队要求参军入伍。 征兵处的同志看着骨瘦如柴的曹玉海像个孩子, 便告诉他想要报名参军, 必须要让家长同意才行。 曹玉海听了, 一溜压地跑到嫂子王月花跟前告诉嫂子, 自己要参军打鬼子。 嫂子看着曹玉海心下犯难。 曹玉海是曹家的唯一一颗毒苗, 让曹玉海参军, 在战场上如果有个闪失, 让他怎么再面对曹家的列祖列宗。 曹玉海看到嫂子范南, 便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不参军打鬼子, 我爹的愁谁报? 我爷爷的愁谁报? 嫂子王月花思量一宿, 最终同意了曹玉海的要求, 并连夜纳了几双鞋底子, 给曹玉海做了双鞋, 让曹玉海穿上新鞋上战场。 临行前, 王月花在三叮嘱曹玉海, 到了部队上, 要听首长的话, 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 给咱曹家争光。 曹玉海会类告别了, 养育了自己十几年的嫂子, 成为了山东纵队二旅的一名八路军战士。 参军入伍抱家仇, 四平之战显雄心。 参军入伍的曹玉海, 在初上战场时, 由于缺少临战经验, 在战役中身负重伤, 被迫回家休养。 那时的曹玉海, 国恨家仇未报, 又身负重伤, 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在跟部队失去联系的那段日子里, 曹玉海每天都生活在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中。 嫂子王月花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便时常地鼓励曹玉海, 只要把伤养好了, 还有机会去打鬼子。 1943年秋, 宣布起义的东北军111师, 奉命驻扎在举县, 举南县。 当年为了维护统一战线, 起义部队的东北军111师, 仍然用111师翻号, 师长为万亿, 副师长由郭伟成担任。 原东北军111师师长长恩多, 是中共秘密党员, 率领这支部队弃暗投名, 是长恩多多年的愿望。 长恩多在病危之际, 与中共地下党员, 东北军苏鲁战区总部处长郭伟成少将, 秘密策划了这场被称为九二, 除奸救国运动的起义计划。 要说当年的东北军111师起义是一件非常惊险, 也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 这支被称为著名的九二除奸救国运动的起义部队, 创造了抗战中唯一被摧毁的国民党军战区级总司令部的战绩。 这支被毛主席称之为游勇有谋的东北军抗日少壮派的部队, 后来成为了解放军王牌军第38军的一部分。 当年在家里休养的曹玉海听到八路军部队驻扎在举南县的消息后, 内心再次燃起了希望的烈焰, 随即背起行装, 告别嫂子再次来到部队。 时任新111师师长的万亿, 看曹玉海入伍的态度坚决, 便同意吸收他加入部队。 入伍之后的曹玉海跟随部队挺进东北, 此时的新111师整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 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万亿等率部挺进东北, 走向抗日战场, 实现了张学良将军和东北人民光复故土的夙愿, 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 在东北抗连在抗日战争的各个战役中, 曹玉海奋勇杀敌,屡立战功, 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战斗中战功显赫的曹玉海, 被授予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6年春, 东北解放军在四平保卫战的战略实施中, 进行了一场重要的城市防御战。 这场战役在后来的东北停战谈判, 以及阻止国民党军向北进攻,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曹玉海作为东北解放军的一员, 与部队连续九个昼夜浴血, 奋战在战斗阵地。 在与敌人殊死奋战中, 子弹打光了, 曹玉海和战友们便赤膊上阵, 与敌人零距离拼刺刀。 在战斗中多次负伤的曹玉海, 多次负伤多次简单包扎后英勇作战, 仅在四平一战中, 曹玉海兼敌23人, 成为名镇东北的战斗英雄, 并由此获得了保卫四平十勇士的荣誉称号。 曹玉海被送往后方医院医治时, 时任东北联军第十动队司令员的梁兴初, 亲自前往探望, 并将曹玉海的立功洗报送到曹玉海手中, 表扬了他奋勇杀敌的英勇作战精神。 宜昌战役中, 再次负伤的曹玉海被紧急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救治。 组织上考虑到曹玉海伤情严重, 便安排曹玉海到武汉监狱担任监狱长一职。 在武汉养伤期间, 曹玉海认识了当地的一名护士。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两人互生情愫, 确立了恋爱关系。 抗美援朝显君威, 英雄中魂埋沙场。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一场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 席卷着中华大帝。 与未婚妻正处于谈婚论嫁期间的曹玉海, 听到抗美援朝的呼声, 立刻找到当时正好路过武汉的 第38军师首长主动请英, 希望再次加入作战部队, 前往朝鲜参战。 38军师首长了解曹玉海的作战情况, 也深知曹玉海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 只是战斗英雄已转业, 组织上的安排, 就是让这些曾经在战争中抛头颅撒热血的英雄们, 能够过几天安稳的日子。 在师首长极力劝说, 曹玉海留在地方做贡献的时候, 曹玉海情急之中撩开自己的衬衫, 露出身上几十处的伤疤受到首长, 我是一个孤儿, 无牵无挂的, 是新中国给了我安定的生活。 现在国家有难, 你就让我上前线去吧。 首长拗不过曹玉海, 最终同意了曹玉海重返部队的请求。 在与未婚妻道别时, 曹玉海语重心长地说, 敌人都已经打到咱家门口了, 我是一名军人, 我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 这场战我们不打, 就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未婚妻把连夜绣好的花好月圆的一对枕套, 放进曹玉海的行李, 与曹玉海紧紧地相拥。 哽咽着说道好, 我等着你回家。 10月25日, 曹玉海和38军的志愿军们 从吉安跨过鸭禄江入朝参战, 在抗美援朝第一至第四次战役中, 曹玉海在志愿军指挥长的指挥下, 率领营部志愿军所向披靡, 打出了军威, 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 他所在的第38军, 在入朝作战中表现勇猛, 被誉为铁军, 曹玉海也由此赢得了钢铁营营长的美誉。 1951年1月25日, 第四次战役打响, 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威发起了 以汉城为主的大规模的全线进攻。 曹玉海所在第38军和第50军负责西线的防御线, 主要任务是做好西线汉城南岸的防守, 把攻势凶猛的美军阻击在汉城附近, 前置美军的主力。 西线的阻击线, 对当时彭总设想的东线打反击的初步设想, 至关重要。 曹玉海所在的第38军一营, 主要负责镇守汉江以南的05高地。 05高地是649乘8高地, 正后方的一个小高地, 距离649.8高地, 大约有500多米的距离, 是通往汉城的咽喉要地。 这个高地三面临敌, 一手难攻。 38军副军长江雍辉亲自向曹玉海下达了坚守05高地, 保证38军防御阵地的安全的死命令。 接到命令不久, 美军突然向649乘8高地发起了重火力攻击, 战局对志愿军非常的不利。 美军偷袭的目的是要暂时用重火力阻隔649乘8高地 与其他高地的联系, 借此将美军的精锐部队 由骑兵空运至649.8高地后方的05高地。 以此切断649乘8高地志愿军的退路, 使防守在反邪面上的649乘8高地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腹背受敌。 看清了敌人的企图后, 曹玉海率领营里的志愿军战士 在射程500米的前提下, 以两人一组的组合自由分散, 潜伏在反邪面阵地。 敌人的炮火声响起, 曹玉海率领一营的志愿军战士 与数十倍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战斗打得非常的惨烈, 在没有援军, 一营阵地只剩下53人, 几乎弹尽粮绝的时候, 曹玉海与一营的志愿军战士 凭着顽强的拼搏精神, 打退了敌人6次之多的进攻。 战争持续到下午3点时, 团长孙宏道打电话询问05高地的战况, 曹玉海斩钉截铁地说道, 请团长放心, 一营人在阵地在。 立下军令状的曹玉海, 在短短十几分钟后, 再次向团战报告团长, 我们被包围了。 孙宏道立即指示, 曹玉海先把部队撤回安全地带, 等到天黑了再抢回来。 此时的曹玉海迎部已身陷胡伦, 在与敌人第七次的正面交锋中, 曹玉海连中两弹, 不幸牺牲。 临终前, 曹玉海拉着班长的手说, 要是有机会, 一定要告诉俺嫂子俺没给他丢脸。 一营的志愿军战士们, 在营长的激励下, 誓死与敌人进行殊死拼搏, 连续打垮了十几被予己之敌的十余次的进攻。 在这场战役中, 一营兼敌680余名, 为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横城反击战的胜利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战后清理战场遗物时, 曹玉海未婚妻带给他的那对结婚用的绣花枕套和未婚妻的来信上, 浸满了鲜血城。 朝鲜战争结束后, 曹玉海被志愿军司令部追授为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他的遗骨和他的被战死在沙场的战友们的遗骨一起被永远地埋在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陵武高地上。 一字支插南查询, 49年终魂归, 曹玉海牺牲后, 38军凭着他未婚妻寄给他的信, 找到了他的未婚妻将曹玉海牺牲的消息告诉了他的未婚妻。 但是, 由于曹玉海入伍时, 将家乡地址填写成了山东举县, 而当时的山东举县早已进行了新的行政区划分, 曹玉海所在的家乡那时已更名为举南县。 举县和举南县虽然只有一字之格, 却分布在两个区域的两个不同的地方。 举县民政局当时收到曹玉海阵网的文件后, 经过多方打听, 没有找到县里有这么一个人, 文件就此被搁置。 而举南县的曹玉海的嫂子王月花, 当时虽然多次到县民政局打听曹玉海的消息, 但是由于当时的信息流通不畅, 最终也没有打探到曹玉海的任何消息。 1997年, 第38军在撰写英雄世纪时, 到山东巡访曹玉海的亲人的下落。 他们发现举县没有曹玉海的任何信息, 于是根据当年行政区域划分的现实情况, 对临县的举南县也同时展开了巡访, 最终于2000年的4月。 找到了英雄曹玉海的亲人, 赴84岁的王月花老人。 在民政局的干部们找到曹玉海的嫂子王月花之前, 王月花一直抱着小叔子曹玉海, 还活在人世,没准哪一天就会回来的念想。 直到第38军军干部和民政局的干部们, 把曹玉海的军功章和照片交到王月花的手中时, 王月花才知道小叔子曹玉海, 是抗美援朝的特级功臣, 是与董存锐、黄继光一样英勇的志愿军特等功臣。